就是陳時中就好像 籃球已經打到垃圾時間了 我認為他已經完全沒有勝算了 我不認為綠營會把資源下在台北市了 未來一定是下在桃園跟新竹 如果陳時中選到第三 你已經想一想是什麼意思 就表示你防疫失敗 這個議題就會騷到立委跟總統倒數 所以為什麼衛福不一定要幫他忙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撐到第二 陳時中已經被放棄了 是因為什麼狀況 因為他這一個事情 包括了我們講說十字緊扣 包括了這種聊天室裡面說 是阿中進辦要求的 我們先看一個負面聲量的比例 這個是正面聲量是綠色 然後負面聲量是這個紅色 我們看陳時中 光這個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過去感覺起來其實對綠營的支持者 或對綠營的候選人是比較友善的 你看陳時中這個沒有意義 因為他沒有進一步去分政府聲量 事實上做大數據研究一定要分政府聲量 他說他正面是在這裡 就是一直往下的這條線 紅色的是負面聲量一直在上面 但是另外一個世界是在這裡 氫綠粉磚的時候 不對這個氫綠粉磚你看陳時中好棒棒 陳時中好棒棒 他到底為什麼這麼被人家仇恨 他是說是蔡主席挺林之間對立台大而來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只是一部分 我覺得陳時中主要的仇恨則是因為防疫 因為太多你每次都在吹牛你2020做得不錯 可是大家有記憶的是2021到2022 你2021延遲購買疫苗長達7個月 那就是一個問題 大家都有記憶啊 然後你搶快篩排隊一大堆啦 所以我覺得他到現在 我坦白講我認為 現在因為你知道 你的整個文宣的預算啊 然後你電視的那個時間也都是有限的嘛 所以我認為他們不會再回來打台北市了啦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陳時中就好像 籃球已經打到垃圾時間了 籃球打到垃圾時間了 比如說你看他昨天回應那個3加11那個意義 他怎麼回答 你煩不煩啊 他這樣回答 他說你煩不煩啊 他回答那個講話呢 他說你煩不煩啊 因為講話又重提嘛 可是3加11的真相 我坦白講連我都不知道 我自認為我已經是很關心媒體的人 我都不知道 所以到時候決策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高端你都是塗黑的公布嘛 所以講話再問你是合理的啊 結果黃珊珊 這個剛好 黃珊珊給他製造機會就KO他 黃珊珊說 重要的問題 我被問100次 我還是一樣回答 結果他回答是你煩不煩啊 我看他應該是說 你要不要再選啊 煩不煩啊 他已經 我認為他已經完全沒有勝算了啦 所以基本上 我不認為綠營會把資源下在台北市啦 未來一定是下在桃園跟新竹啊 雖然陳時中好像 民進黨這邊已經覺得大勢已去或什麼樣 但是衛福部感覺起來 還是不忘老長官 最近變成真的 人家以前說是開玩笑講說 你們好像第二個禁總 現在直接不演了 我們就直接是禁總了 為什麼呢 衛福部最近出了很多狀況 然後我們先講說王必勝好了 王必勝直接 你看 在幾下邀請吶喊 陳時中 是永遠的老大 然後呢 最近 哇這個感覺像 砲手是誰呢 薛瑞源 然後 密會陳時中準備辯論 太看清陳時中了 對象李德維說 我跟他 他對立委講喔 兩個人 有一個人會被抓去關啦 然後砲紅高雄安 然後說 紅衛兵身心俱疲啊 會找時間 向克文哲請假 是否能夠住院打點滴 然後這個什麼 木詐密會陳時中 這不是說夢話 是見到鬼了 這衛福部長 這以前大家對薛瑞源沒有印象 他現在 感覺炮火連連喔 然後 又打高雄安 又打獎王安 結果呢 陳時中說 哎呀我好得意啊 他是公務員的典範 那你怎麼看 這個薛瑞源突然現在 跳出來是什麼狀況啊 陳時中如果掉到第三名 你認為衛福部不會改組嗎 喔 就是到時候第一個 我就把 我跟你講喔 本來大家為什麼會去護陳時中啦 嗯 蔡英文你可以看到他比較重視的 就是桃園跟 這個台北市嘛 新竹是柯建民重視 那小英很明顯是 台北市跟桃園 那桃園當然是因為 鄭文燦要組閣嘛 嗯 台北市啊 如果陳時中選到第三喔 你去想一想是什麼意思 嗯 就表示你防疫失敗 對最後檢討 檢討這個敗戰者的時候 你們這些一個都逃不掉 一定是防疫失敗嘛 嗯 就因為你是防疫指揮官 台北市民不能接受嘛 那這個議題就會燒到 立委跟總統大選 嗯 因為你不要忘了 賴清德是打高端啊 嗯 陳建仁也是要打高端啊 嗯 那這個高端的議題就繼續燒啊 嗯 所以為什麼衛福部 一定要幫他忙就是這樣啊 嗯 無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撐到第二啦 他們是要統一燒船上就對了 當然是同一燒船嘛 你如果選到第三 那個防疫指揮中心很快就解散了 這個就沒了 然後這個肯定要被換了 這個肯定要被換了 薛瑞元本來就為 岌岌可危啦 嗯 要搶那位子才能多了 嗯 所以到時候 這個俄語就出來 你看陳時中 這個大家陳雞蛋已經出來了 為了這個我們要趕快的 而且這文菜我們假設啦 如果說換了一個隔魁 他當然就要有一個清新的形象嘛 嗯 說我們防疫以前做不好 我們要檢討 對啊 要重新出發啊 哦 所以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把他撐到第二 就是這樣 難怪那麼焦慮 而且最近有很多民調都顯示啊 嗯 你如果把 因為台北市不接四化的反正是三十 嗯 那那不接四化的都是用手機的嘛 對 所以你這裡可能會低估了黃山山的支持度 對 哦 所以他們當然會擔心啊 就是黃山山會不會再最後衝上來 嗯 那這個狀況他們就要全力避免嘛 嗯 所以可是坦白講都是豬隊友啦 講那個都沒有用 對豬隊友還有一個啦 就是衛福部 不曉得最近大家是大長官們都忙於選舉 結果呢 大家在問說 最近看到很多的社會案件 就是包括青少年 這個可能比較衝動的親生 這樣的狀況 衛福部來講說 這十年來因為台灣的高樓增加 真的匪夷所思啊 然後所以社工在罵說 政府太習慣把精神困擾親生事件 歸咎到個人 在詢問之下 胡亂說一個高樓增加 真的 幹話這一段 我覺得衛福部倒是有 一脈一脈的相傳 一棒一棒的相傳 幹話真的非常非常多 這個心理健康室的市長 呵 心理健康室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厲害喔 然後 這邊呢我們再來看到 欸 不演的這邊還有 你說衛福部不演啊 蔡總統 我身為總統啊 他不是說我身為民進黨主席喔 真的希望陳時中當選台北市長 當然啦 因為防疫失敗就是他的責任 所以現在大家趕快 可是 防疫失敗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陳時中如果沒有當選 對他非常傷啦 那問題是他現在就準備要傷啦 因為陳時中是不 是啊 是不可能目前 不可能會當選 我覺得他真的要擔心他選到第三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請多危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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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